在這個單元我們要跟各位同學談一下放大器的數學模型 這是一個電壓放大器的數學模型 各位可以看到說它有一個輸入RI是一個輸入主抗 然後RO輸入主抗 然後這個是輸入主抗 這個是輸出主抗 然後還有一個參數是電壓的放大倍率 open loop的voltage gain 是一個電壓放大器的數學模型 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輸入主抗跟輸出主抗 它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所謂的輸入主抗指的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裡是一個放大器 然後這是我的輸入訊號 當我把輸入訊號接上這個放大器的時候 我可以量到一個電流 那麼輸入主抗就是你這個 接上去的這個電壓至於電流 這就是我們的輸入主抗 OK 那其實呢 它所對應的 就指的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RI 然後這是VI 然後這個是我的IR 所以這個VI呢 3IR就等於RI 也就是說 我把這一段的電路 從輸入端看進來的這個所有電路 用一個電阻來等效的時候 這個電阻應該是多少 OK 那怎麼計算這個輸入主抗呢 剛好就是我們把這個輸入端呢 就把它這個轉路 所以這是讓VI等於0 那在計算這個輸入主抗的時候呢 我們要讓OUTPUT端要開入 那開入的意思就是這個IO呢 要等於0 所以在計算輸入主抗的時候 你的輸出電流 因為要等於0 就是這裡要開入 那麼在計算輸出主抗這個RO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讓你的VI要短路 就是輸入電壓這個要短路接地 那這時候呢 你在輸入端這邊接一個電壓源叫做VX 然後你去量 流進去這個輸出端的這個地方的電流 那麼這個輸出主抗呢 就可以定義成這個VX屬於IX OK 所以你在算 記得在算這個輸出主抗的時候 這個輸入端的電壓要設成0 那麼在輸出 計算輸入主抗的時候 這個輸出端這裡要開回路 讓電流 輸出電流等於 這兩個不太一樣 一個要接地 一個要斷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電壓放大器 電壓放大器 好 那這個電壓放大器呢 當我們這裡呢 接上了一個訊號源 OK 這個訊號源我們稱之為VS 這是我們的訊號 這個訊號可能是從感測器來的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RS 這個RS可能就是感測器的內組 這可能是一個內組 OK 那整個藍色這一塊呢 這個是一個放大器 好 那最後呢 我會弄這個RL呢 是一個負載 是一個負載 所以基本上就是 有一個訊號源 加上一個放大器 然後最後我們希望去看負載上面的 這個電壓 OK 那這個AVO呢 是這個VO 這兩關的電壓 VO除以VI 然後當IO是0 IO是0的話 就是什麼 斷路 就是不接上RL的時候 各位看一下 不接上RL的時候呢 IO就會等於0 因為斷路 斷路 所以IO等於0的意思代表什麼 RL是無窮大 就是斷路 所以不會有電流過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以下的一些方程式 就是 這個VI 這個VI 剛好是Vs 在RI上面的分壓 所以VI呢 你用分壓定律 它會等於 這個RI加RS 分之RI 這兩個串連嘛 RI跟RS串連 然後在RI上面的這個電壓 然後OUTPUT呢 VO呢 是什麼 是RO跟RL 串在一起 然後呢 在RL上面的分壓 所以VO就是RO加RL 分之RL 乘以這個電壓 AVO乘以VI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呢 透過這兩個式子 我們就可以得到 OUTPUT 跟Vs之間的關係 OK 那OUTPUT電壓呢 就會跟Vs變壓呢 就會變成這一個式子 好 就變成這幾個式子 那各位看一下 這個東西是小於等於1 對不對 這個也是小於等於1 還有一個 這個運算放大器本身的開匯度增益 好 那 從這邊來看的話呢 如果我們希望它這個東西接近1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希望說RI越大越好 最好RI是無窮大 那麼當這個是無窮大的時候呢 這個RI 除以RI 加RS 就會等於1 然後呢 我希望如果 我希望這個東西等於1的話 是不是RO越小越好 那最好當然是RO等於1 所以這個RL 如果RO等於0的話 R L除以R L加RO 就會等於1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放大倍率 因為 這個是1嘛 這個最大值是1嘛 你知道它都等於1嘛 所以這裡的放大倍率就是最高的 所以我們說 它的理想的case 是希望說 這個RI是無窮大 RO是0 這樣我們可以得到最大的等於 OK 這是電壓放大器的情況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電流放大器 電流放大器 那麼電流放大器它的模型不太一樣 電流放大器呢 它有一個這個 這一個東西是一個電壓源 這是一個電壓源 但是呢 這個電壓源呢 是受到電流 對不起 這是一個電流源 那這個電流源呢 是受到輸入電流所影響 OK 所以呢 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什麼呢 叫做 Current Control Current Source Current Control Current Source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電流源 Current Source 但是它又受到電流所控制 所以它可以Current Control Current Source 東西 好 一樣 這裡有一個內阻 然後有一個訊號源 這可能是感測到的一個電流 那麼 這個等效電路呢 是一個電流並連一個電子 OK 好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去計算 你用分流 那因為IS過來之後會兵分兩路 就是一個流到RS 一個流到II 那麼II呢 就會等於跟IS之間就會這樣比例 那分流定義告訴我們說什麼 電阻越大的 電流就越小 所以比較 這個 這個II的大小呢 就受到RS的控制 所以就是RI加RS 分之RS 這是分流定律告訴我們的 那麼 一樣 這個 AIS乘以II呢 流到這裡之後 一樣兵分兩路 一個流到IO去 所以IO呢 會等於RO加RL 分之RO AIS II 這個電流 那你把它並起來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IO啊 這個電流 跟IS 中間的關係 就會是 這個RO 所以RO加RL 分之RI加RS 分之RS 好 那 是不是 這個RO要怎麼樣 盡量的大 所以這個 這個RO盡量要趨勁無窮大 這才會等於E嘛 然後呢 這個RI呢 盡量要等於0 所以 ideal case的話就是 RI要等於0 RO要無窮大 所以 如果你是電流放大器 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是電流放大器 跟電壓放大器 它的理想不太一樣 剛好顛倒 這兩個剛好顛倒 OK 好 那還有另外一種呢 是 所謂的Transconductance MProgram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呢 有一個 這個電壓源 你輸入是 這個輸入的訊號 是電壓 那你輸出呢 是 得到的是一個電流 得到的是一個電流 好 那 因為輸入是電壓 所以呢 你的等效的 這個電路呢 就是一個電壓源 去串一個電阻 然後這邊呢 就是 因為輸出是 你要看的是電流 所以這兩個是併在一起 這個RO跟RL是併聯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一樣這裡是用分壓 然後呢 這裡用分流 那你就可以把IO 你所感興趣的輸出電流 輸出的電流 然後呢 這個呢 是輸出電壓 然後 就是 會等於 這個中間有一個放大倍率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要讓它接近1的話 RO就是要無窮大 RO要無窮大 然後 這個要接近1的話 RI 也要無窮大 所以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d的話 兩個 就是RI跟RO 都要無窮大 在理想上 那這樣的話 他們的爭議才會是最大的 最大的 OK 好 最後呢 那這個為什麼叫做 Transconductance 呢 這個叫電導 OK 電導就是電阻的 這個導數 這叫電導 那電導的定義是什麼 電導的定義呢 就是 電流 出於電壓 所以 各位看一下 這個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這個放大倍率啊 是不是就是電流出於電壓 對不對 你把這個除過來 就會得到這個放大倍率 這個放大倍率 所以 這個整個 輸出對輸入 它的 它的一個 這個 等效起來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電導一樣 所以它叫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d 好 那這個叫Transvestance 這是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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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同樣的呢 它的輸入呢 就是 一個電流源 電流源的話 就是一個電流源並連一個電阻 那這輸出呢 是一個電壓 所以 一樣 這裡用分流定律 這裡用分壓定律 那兩個一串 就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式子出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叫Transvestance 因為 Output跟 Input 就是VO跟IS之間 它們的表現就像是一個電阻一樣 就是一個電阻一樣 好 那它的 ideacase是什麼呢 因為我要讓這個 接近E嘛 所以RO 要等於0 然後呢 你要讓這個式子呢 接近E 所以RI要等於0 OK 好 這是所謂的 Transvestance 的M profile 好 那 在我們的這個感測器原理這一門課呢 雖然我們談到了四個M profile 但是呢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這個Voltage M profile 在感測器原理這邊的話 比較重要的是一個Voltage M profile 然後另外在轉換電路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 將這個電流轉換成電壓的一個類似這樣的電路 所以Transvestance M profile 也藏在這個感測器電路裡面被使用 被使用 OK 所以 這兩個 這兩個 特性的話 希望大家能夠稍微 去把它 練習一下 練習一下 那 我們呢 這個禮拜的一個考試重點呢 我們也會把它放在這幾個數學model上面 那希望各位能夠做一個推導 好